大家好 今天我们看看这个透明背景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的话就是可以去除背景 背景面的透明 这个功能的比较单一 但是他在这个去除背景这个功能这一方面的话确实做了很大的深入 大家看可以抠成不同的种类 抠出来很多的类型的这种图 而且最主要是他不光对图片进行抠图 他可以对视频进行抠图 这个相对来说呢 这个视频直接抠图不是太常见 那么这个摄像头这边也可以进行抠图 不过这个摄像头这个功能呢 嗯他这个项目做的有一些问题 他自己也说了 这个他的功能不稳定 他把这个功能 相当于是删掉了 然后呢这个我实际也试点一下 他这个摄像头功能确实不太行 摄像头这个就不用管了 当然你有心情的话你可以自己试一下 那么下面这些就不看了 我们直接看项目吧 给大家试一看下效果 这个是今天的包 包体不大 1.6g 大家可以下载一下 那么进来之后呢还是双击 启动就可以 这个需要稍等一下 他这个 会启动一个这样的界面 启动了啊 只有他的使用界面 那么这个界面呢其实没有太多选项 我这边做了暗化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这个黑暗模式就这样 就换皮肤嘛 然后呢这个是他进行 抠图的几个类型 这个我们待会可以都给大家试一下 这边呢是他选择的模型 正常来说使用第一个就可以 其他两个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 设备 显卡还是CPU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选 当然有显卡的话最好是用显卡 这个预值 这个东西呢 它的有个范围是0到1 这个咱们待会实际试一下吧 后面这一项啊 这一项的话我不建议大家勾选 它的功能呢就是可以对模型啊进行一定的优化 不过这个功能呢现在已经不怎么用了 所以大家不用管这个 然后呢我们实际来使用一下 打开一个文件 表示咱们随便选一个图片 然后呢 设置输出目录 然后我这边就设到这个A 这个目录里了 这个设置好之后你就直接点就行了 然后稍微等一下 结果 他这个会自己运行 大家看这边就出来了 图片的话就非常快 视频的话就相对慢一些 这个是很正常的 然后这个输出目录啊 因为我们就放到这个A里面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 大家看这不是图片这些扣图 这个比较容易啊 当然你可以换这边这些选项啊 然后再来试一下 这个选项呢它的作用就扣成这种 样式啊 黑的和白的 那其他这些呢都可以自己试一下 还比较容易的 因为他这个 图片扣起来比较 容易嘛 图片扣起来比较快 所以如果大家想快速的知道这些选项 是什么用途的话 你就拿一张图片然后来试一下 这样是最快的 如果你有视频试的话 那你就得 待一下 然后这个是白 再来看一下 背景扣成了白色 这个呢 这个好像是变模糊了一点 对它本身就是模糊 这个呢 这个它是把前面的人物给选中了 然后这个 这个的话是自己来设置这个RGB的颜色值 这个我们随便写一个 它是个什么颜色 试一下 呃 反正大家自己试吧 这玩意不给大家去做颜色了 那么这个是Tumberland的啊 这个类型的只能试用于图片 视频的话会爆错 我们试一下 这个视频吧 然后呢这个 试一下的话这边会爆错 爆错了是吧 这个所以我们画下面这个啊 然后再来扣一下 点按运行 然后那么这边就开始运行了 它是相当于这个视频的每一张图片进去处理 会变成一个完整的视频 那么这个就这个用途 这个我们稍微稍等一下 行这边走完了 花了一分钟 还行啊 速度不是太慢 刚才的这个视频到哪去了 特别有两种颜色 扣出来几种效果 那么这个效果呢 可能不是很常用啊 我们再来一种 用的比较多一些的 就绿幕视频 然后再来扣一下 这样一下 随便稍等 放完了 看一下效果 大家看这个效果没有任何问题 扣绿幕扣的还是不错的 那么这边 还有一些别的选项 最后我们说一下这个预值吧 这个预值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相当于扣背景的一个程度吧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像我们现在是什么都没有填啊 它扣出来这种效果 如果我们这边填 一的话 大家看看是什么效果 我们来运行一下 这边稍等 大家看到了这个1的话就是这样的效果 它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变成了一个绿幕 这就是1 我们再来看一下0 然后运行一下 呃 其实大家应该能猜到了 1的话就是把所有东西都扣了 那么 0的话就是什么都不扣 保持原样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这边的过程呢 也显示出来是这个样子 是这个效果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预值的一个值啊 去控制这边 你要扣多还是扣 这样一个程度 那么实际上大部分情况来说呢 这边你保持默认就行了 就咱们一开始那个什么都不体验的情况 保持那样就可以 那么大家有需要的话 那么这个工具可以尽快下载一下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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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